欲欺欺有愛 欺負我生存 告暗延續 我們要堅持傳承 這個獎叫做賺師貢獻獎 我上來就代表你獎 這個幕後是一個一大群人的貢獻 包括我們陳理事長 我們的伍局長 我們的勞工進任的勞工組合 還有我們路理事長 很多醫療界的朋友 再加上護理界 所以這個在七年前成立的時候 從我們到我 目前已經是313個會員 我們提供的營利縣醫療界的一個 然後健保的一個檔案 這真的不簡單 但是就是要有錢花 所以到目前為止 全台灣以及我們營利縣有這個檔案 如果說今天要頒醫療奉獻場的話 其實我覺得最應該頒獎 也是要頒給我們的務局長 在這幾年來 他幫我們醫療界創造一個很有利的那個 實驗環境 不管是醫修啊 或者是我們照顧大家的那個子宮頸 叫我們下一代的子宮頸療癒 還有60歲到74歲的那個肺炎疫苗 這些都是我們在前台灣的創集 營利縣生了一個偏鄉 所有的醫療人員願意到這個偏鄉來服務 那第二我們就應該要適得肯定 所有醫療人員 大家都希望能夠往都市去發展 但是這一群 能夠為營利民眾健康而努力的這些醫療團隊 能夠長期的留在我們營利 對我們營利的民眾健康而把關 我們就覺得非常的肯定 那營利縣政府呢 為了感謝這些 感謝這些人 對營利縣民的一個奉獻 所以我們辦了醫療奉獻獎 那麼我們如果說營利縣大概有總共有兩千多位 如果連護理人員大概有五千位左右的一個 醫療團隊人員 那麼這些人員的話 我們為了要表彰他們 所以我們每年都會舉辦相關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鼓勵的活動 那每四年舉辦一次的所謂的醫療奉獻獎的一個頒獎典禮 那麼這次經過我們的五位委員 針對九十三件受限的一個案件來做一個審查 那麼來得到今天有三十四位 值得我們肯定跟表揚 公開來對他們所有的司機做表揚 每一位得獎的人都會放在我們的網站上 那跟我們民眾來做一個了解 那我們真的非常感謝這一群的醫療人員 對營利的一個貢獻 在場各位都是我們民營縣林的健康的 最大的一個守護者 那長期以來民營縣是一個農業縣市 所以我們很多基層很多醫療資源比較缺乏的 或者是一些比較偏遠的地區 都需要各位在各個工作崗位 來協助我們的縣林 為我們縣林的健康來做法官 在這裡其實縣政府很期待說 透過這樣的醫療獲獻獎的一個頒獎 可以肯定大家的一個付出 我們民營的醫療還需要很大的一個進步的空間 那衛生局在吳局長的代理之下 那我剛剛也看到我們的林前局長也在這裡 好像兩任局長的一個付出 我們營營縣其實在整個醫療服務的品質上 會有讓我們的提升 那這些的提升其實都有 揚賴各位在場的時候 我們醫師前輩 謝謝所有我們醫師通人的一個付出 也希望你們的付出可以讓我們的縣林 餐得到最大的幸福一健康 感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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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